现在时间七点整 台湾的文化、文学、构织、宗教 也说台湾的物散和如油 希望大家一起来讨论台湾的未来 創造美丽的新台湾 感谢大家的收听 中文字幕提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是一百八十天了 这场战争已经打了一百八十天了 但是国内的没天 不管是播着好、电视好 把这场战争打得老辈子 从电视来宾播着好 对这场战争的 乌俄战争的认知呢 到现在也是妈妈乌啊 比如说乌克兰和俄罗斯 为什么打仗 到底是怕什么艺术啊 乌克兰和俄罗斯战争的结果 会是怎么样的局面啊 对我们台湾的意义 到底是什么啦 我们到现在都不知道 这场战争到底要打多久也不知道啦 对台湾的应用到底是如何 我们也不知道嘛 在电视来宾 每一种理论都有啦 你看看台湾的电视有多乱啊 你看你如果是看民事、三立、还是东森电视台 讲的是一种论调 啊你如果看照山康那台那边呢 什么啦 新闻大白话讲的又是另外一种理论啊 你看看三立电视台跟民事啊 所讲的乌俄战争啊 几乎大概都是讲到站在乌克兰这边啊 看起来乌克兰很有赢的可能性啊 也站在比较同情乌克兰的这边 也就是也站在比较美国的论点这边啊 啊你看那东森电视台啊 那看来摇来摇去摇摆不一定啊 啊 但是你在看这个赵少康的这台 那个新闻大白话这边啊 那完全是站在普丁的立场啊 站在俄国的立场 看中国共产党的立场 中共的立场啊 啊中共的立场到底是什么立场啊 啊这个最奇怪了 什么叫最奇怪呢 中国共产党是在乌克兰那边是投资最大的国家呢 中共现在的武器 现在飞弹啊 坦克啊 飞机啊 还有重武器啊 你知道吗 是很多都是乌克兰给他的这个军事的技术呢 乌克兰是一带一路里面中共啊投资最多的国家呢 欸最奇怪了 他现在立场上竟然就站在俄国那边啊 乌克兰是他投资最大的国家呢 乌克兰是卖武器给中共最多的国家呢 乌克兰是在军事的技术上最支持中共的国家呢 啊现在他在出卖乌克兰啊 表面上是说是中立啊 但是他在帮忙俄罗斯呢 这个国家是在所属两端啊 啊台湾也是蛮蛮奇怪的啦 乌克兰和我们台湾的邦交 没有邦交啊 乌克兰和我们台湾的关系比较浅啊 俄罗斯和我们关系很深啊 你知道吗 我们在台北有莫北邪呢 什么叫莫北邪啊 莫斯哥驻台北办事处呢 和我们经济关系很深啊 但是台湾啊 是站在美国这边呢 完全谴责俄罗斯这边呢 你知道吗 台湾还参加欧美的在同一边呢 还谴责还制裁俄罗斯呢 制裁呢 台湾一个小国家 首度呢制裁一个国家呢 啊制裁的国家是一个世界上啊 最大的国家叫俄国呢 台湾从来没有那么大的勇气制裁一个这么大的国家叫俄国呢 啊俄国呢 竟然把台湾名列为呢 不受欢迎的国家呢 啊 讨厌的国家呢 啊俄国在台北有那个驻台北办事处呢 墨北斜呢 而台湾的总统啊 蔡英文总统呢 公开挺乌克兰呢 为什么我们国家的立场 会是选择这个立场 哎 作为中华民国台湾的老百姓 我们到底有没有搞清楚 我们为什么我们国家必须站在这个立场 啊 我们到底弄清楚了没有 为什么台湾必须站在 谴责 而且制裁俄国的立场 在政治立场上 我们为什么必须 为什么我们必须站在制裁俄国的立场 作为台湾的国民 我们有责任要了解 我们为什么要站在这样的立场啊 为什么啊 只是为了同情乌克兰吗 只是为了同情乌克兰 一个国家可以为了同情一个国家 把国家的利益堵上去吗 当然不是嘛 当然有道理嘛 为什么道理 我请问你 各位听众朋友 我请问你啦 为什么我们 我们的总统 我们的国家必须要这样做啦 乌克兰和俄国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啦 还有你看看赵绍康这些中共那些的立场 为什么赵绍康这些国民党的蓝色的教授 统派的教授 为什么要站在中共的立场 一天到晚在骂美国啦 为什么他没有说 这个乌克兰反抗俄国和俄国对抗 是美国煽动的啦 美国如果不断的供应武器 不乏好意就是想把俄国打倒 这个到底有没有道理啦 对还是不对啦 这场战争会打了那么久 是因为美国偷偷在 煽动乌克兰和俄国对干啦 还有英国啦 还有欧洲这些西方国家 在煽动乌克兰和俄国对干啦 他们讲的这个道理到底对不对啦 统派的教授 为什么和中共同一个调子在那边 说这场战争都是美国后面测动的 都是英国后面测动的啦 都是西方国家的阴谋啦 他们都是站在和中共的同一个调子的 到底这个理论对不对啦 真的是美国测动的吗 中共更奇怪啊 中共你不是从头到尾都说你中立吗 为什么你碰到这个事情就完全站在 反美的立场呢 你中立为什么要反美 为什么说是美国策动的呢 你是乌克兰的好朋友呢 你和乌克兰有邦交呢 你在乌克兰投资最大呢 你投资乌克兰最多的钱 几千亿美金在那边投资呢 乌克兰是你最亲近的朋友呢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你说保持中立 但是你又在出卖乌克兰 你又偷偷的武器在粮食在深圆 买食油又在偷偷的帮忙恶果 你帮忙恶果打你最好的朋友 你投资最大的朋友 你在你的朋友后面插一把刀 这是什么东西啊 你这是什么国家啊 所以乌克兰为什么会把这个 在这个基普他的首府里面 把中华民国国企 台湾的国企把它列上去 说台湾是真正的好朋友 现在乌克兰已经有十几个国会议员 组织了友台小组呢 将来乌克兰可能发展成对台湾建交 你知道吗 乌克兰已经在宪法上 他们已经在法律上定定 将来永远不准在乌克兰实行共产主义呢 台湾的国会已经成立了 和乌克兰友好的小组呢 乌克兰也使有十几个国会议员 已经成立了友台小组呢 整个国际局势在改变啊 所以我们台湾不要一天到晚 在看乌克兰和俄国在打仗 或飞弹打来打去 乌克兰派的这个特工队 或者是用神秘的武器炸了 克里米亚的这个飞机场 哦我看了很爽哦 到底那个真相是怎么样啊 克里米亚到底是谁的啊 还有这个乌东的三个州 俄罗斯去战绩三个州 要在那边办公投 俄罗斯有没有全力在这个乌克兰的东部办公投啊 克里米亚原来是苏联的没错 但是在苏联的赫鲁写夫当政的时候 把克里米亚割给乌克兰共和国 当时乌克兰是属于苏联的一个联邦啊 然后割让给这个乌克兰割给乌克兰 因为他们当时他们是同一个国家啊 然后乌克兰现在苏联去占据他 然后办公投 然后克里米亚就独立了 公投独立并入到俄罗斯那边去 连我的好朋友非常好的朋友都搞不清楚啊 我不要说他的名字 他在电视上很有名啊 作家也很有名啊 竟然在脸书上说呢 他是我们绿营里面大家都认识他 他在电视里面很有名啊 很有名的作家 我好朋友 我都不好意思在他脸书上讲啊 他竟然在脸书上说 克里米亚竟然俄国人占多数 他有什么理由说 克里米亚不能够公投并入苏联呢 乌东是俄罗斯人占多数 他有什么理由不能够公投呢 我是不好意思在他的脸书回答 他说你到底有没有把克里米亚搞清楚啊 克里米亚到底是谁的啊 你到底有没有搞清楚 乌东的三个州啊 顿巴斯啊 顿内斯克啊 这几个州 到底为什么是俄罗斯的 只有这个顿巴斯呢 是俄罗斯一占多数啊 剩下的这两个州是乌克兰人占多数啊 他只是那两个州的乌克兰人讲俄语啊 他不是俄罗斯人占多数啊 那俄罗斯人在那个顿巴斯 为什么俄罗斯人会占多数 你晓不晓得那个历史是怎么来的啊 你晓不晓得 克里米亚为什么俄罗斯人会占多数啊 克里米亚人是俄罗斯人的吗 克里米亚到底是谁的啊 你晓不晓得这段历史啊 你不知道你怎么乱讲啊 认真说起来乌克兰和俄罗斯人在打仗 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的历史你到底懂不懂啊 你不懂你怎么乱讲啊 普丁说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是同文同种啊 乌克兰的历史是俄罗斯历史的一部分 乌克兰人没有历史条件独立啊 普丁讲的到底对不对啊 普丁胡说八道你也跟着胡说八道啊 乌克兰人怎么和俄罗斯人是同一个民主呢 他们怎么是同文同种啊 乱讲一通啊 普丁讲的东西和习近平讲的都是一样啊 叫做伟大的中华民主复兴啊 习近平讲的中华民主是什么 包括汉满蒙回藏啊 叫做中华民主啊 所以维吾瓦人也是中华民主啊 你不认为你是中华民主就给你搞集中营把你教育啊 西藏也是中华民主啊 所以你不认同你是中华民主就给你教育啊 不准讲藏文啊 蒙古也是中华民主啊 所以你蒙古人你不可以教蒙古文啊 你还乖乖的学这个普通话啊 就是所谓北京话啊 普丁讲的东西和那个习近平讲的是同一个一件事情啊 克里米亚是谁的啊 你知不知道克里米亚最早是属于奥土曼土耳土人的啊 奥土曼帝国的啊 克里米亚是达旦人啊 克里米亚是达旦人的故乡 达旦人是谁啊 蒙古人啊 克里米亚是黄种人的啊 他上千年来都是黄种人的故乡啊 那那些达旦人哪里去了啊 那些达旦人是在苏联的这个成立的时候 变成共产社会的时候 被史达林下放到西伯利亚去了啊 剩下老人和小孩子留在克里米亚 剩下几十万人七八十万人通通下放到西伯利亚去了 死在西伯利亚 没有死的人再回到克里米亚剩下 剩下二三十万人啊 然后苏联把俄罗斯人通通从别的地方移民到克里米亚去 所以呢 变成俄罗斯人占克里米亚多数啊 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现在共产党在新疆和西藏做的事情啊 新疆本来就维吾尔人所在的地方 大家不知道吗 现在共产党把这个汉人通通移到新疆去 把汉人通通移到西藏去 现在渐渐的汉人比新疆人的维吾尔人越来越多了啊 在拉萨现在汉人已经比西藏人多了啊 下一步就是将来讲到公投的时候 汉人比这个维吾尔人多的时候 公投当然就变成汉人的啊 下一步将来在拉萨 如果要公投的时候 汉人比这个西藏人多的时候 当然就变成汉人的啊 我的好朋友 你这样你搞懂了吗 什么叫的 克里米亚为什么不可以公投 下一步就是普丁做的事情啊 新疆也可以公投啊 等到汉人比维吾尔人多的时候 他就公投啊 公投就属于变汉人赢啊 所以世界的共产党做的事情都一样啊 他现在不是对台湾讲说留岛不留人吗 把台湾人通通移到新疆去 然后把中国人移到台湾来啊 来公投啊 公投的结果台湾就属于中国的了 不是这样吗 全世界的共产党都一样啊 现在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事情 就是学俄国共产党做的事情 一模一样啊 只是俄国人早就已经做完了 现在中国共产党 学俄国共产党做的事情啊 这样你懂了没有 乌东也是一样啊 乌东为什么顿巴斯的俄国人 比这个乌克兰人多 因为乌东是那个煤矿和矿铁厂的所在地啊 国营的矿铁厂在那边啊 共产党的时代 把俄罗斯没有职业的人通通的工人 通通移到顿巴斯去啊 所以俄国的工人就比那个原来的乌克兰人多啊 所以他现在公投当然顿巴斯会属于俄国人的 但是顿内斯克哈尔克夫那些呢 是乌克兰人比俄罗斯人多啊 所以东部三州他为什么不敢说民主自觉啊 民主自觉还是乌克兰人多啊 所以现在乌东地区他不是叫做民主自觉啊 叫做讲什么 叫做讲俄语的人 讲俄国话的俄语的人来自觉啊 反法西斯主义啊 什么叫反法西斯主义 就是说不准讲俄语就是叫做反法西斯主义啊 事实的状况是相反啊 他不准乌克兰人讲乌克兰语啊 乌东地区三个州的人乌克兰人不可以在学校讲这个乌克兰语啊 电视没有乌克兰语的电视啊 全部讲俄罗斯语的电视啊 就像我们台湾早期国民党来的时候 学校不可以讲台语啊 全部讲北京话啊 所以我们根本就没有搞清楚 这个乌东地区是发生了什么事啊 所以俄国现在是占据了这个乌东三州 本来说要自决现在没办法 因为打下去以后 那些被强迫讲俄语的乌克兰人占多数啊 现在俄罗斯打了这个乌东三州以后 他想要公投自决呢 乌克兰人全部归队 虽然讲俄语的乌克兰人 现在都已经认同乌克兰 他没有办法公投了 你知道吗 公投他们俄狗会输啊 他现在用战策去占据啊 连老百姓都打 所以他要公投他也会输啦 所以他现在不弹公投了啦 用战策去占据了啦 所以台湾的作家 我的好朋友啊 苦先生啊 你根本就没有搞清楚状况嘛 这为什么台湾要声援要谴责俄罗斯 这是民主价值的问题 因为这个事情 中共就是想施展在台湾人身上嘛 台湾人感同身受 站在民主的价值身上 我们才会谴责俄罗斯 我们才会站在民主阵营的这边 台湾人你搞清楚了没有 发哥这样讲你搞清楚了没有 我们才会站在西方民主的阵线 因为我们非得站在民主 西方民主的身上不可 为什么 因为中共对台湾就想来这一套啦 你知道吗 我们成王此寒啊 你知道吗 那赵超康为什么要站在普丁那边 因为他们认同中共那一套啦 你知道吗 他们和中共狼狈为奸啊 你知道吗 他们就想搞这一套啦 你知道吗 他们认为他们外省人 比我们台湾人高贵啦 说穿的就是这样啦 你知道吗 那赵超康怎么办 快乐大台中 八九点五 快乐大台北 八九点三 快乐华当 九八点三 快乐陪欧 九六点七 快乐红虾 九一点三 快乐台湾 政策武汉 快乐任保邦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吴金发哥啦 发哥今天开始要演讲三四天的 乌俄战争的重要的认知 发哥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 你看我一开头 就让你很震撼的东西 对不对 你完全不知道嘛 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战争 已经打了一百八十天了 乌克兰和俄罗斯为什么打仗 台湾人到现在都乌鸦鸦啦 还搞不清楚他们为什么打仗啦 只天天在电视里面看到他们两边在打仗啦 好啊 俄罗斯去轰炸了哪一个地方 乌克兰又怎么反击 用什么海马斯飞弹又打了哪一些地方 我们天天看到他的打仗 他们为什么打仗 美国为什么又伸远了这个乌克兰这个海马斯的这个火箭弹 啊 英国为什么又运了武器啊 给这个乌克兰 为什么瑞典又伸远了这个乌克兰什么武器 法国又给了他什么样的武器 德国终于给了他什么武器 我们都搞不清楚为什么他们要帮忙乌克兰 我们又搞不清楚美国为什么又能运送一大堆武器去给乌克兰和俄罗斯打仗 然后我们就听那些赵超康那名那些名嘴 在那个节目里面 新闻大白话里面 一天到晚在骂美国 你们为什么要送那么多武器去帮忙乌克兰 你送那么多武器对付俄国 你们都是坏心 希望他们打 希望他们把俄国打垮 对你美国卖武器有利 啊 你们就是纯心要搞垮乌克兰 我们都听他们在那边煽动 说美国在煽动战争 你到底搞清楚了这场战争是怎么打的 为什么这场战争要那么多西方国家去加入 真的是美国煽动的吗 真的是这样吗 他们为什么而打 这场战争为什么会爆发 真的只是乌克兰要加入北约吗 乌克兰为什么要加入北约 打那么久 打了180天 台湾人到底搞懂了没有 那这场战争 台湾和日本在亚洲那么远的地方 为什么台湾和日本都要加入这场战争里面 去停美国 停西方这边 而且台湾还破例 台湾那么小的国家 竟然还破例啊 去制裁俄国呢 台湾自己都自保都来不及了 还去制裁俄国 俄国是那么大的国家 台湾竟然敢制裁他 台湾从来没有制裁过哪一个国家呢 连柬埔寨都不敢制裁 我们竟然敢去制裁俄国 好大的胆子 还总统宣布制裁俄国 为什么啊 你知道吗 为什么啊 我们到底想通了没有啊 我们天天在电视里面看 哦 这战争打得很热闹 我们到底搞通了没有 他们已经打了180天了 我们到底搞通了没有 为什么啊 这场战争怎么打的啊 你真的相信赵超康他们这些统派的媒体 这些人在讲 真的是美国煽动了吗 真的美国这么无聊吗 要去煽动这场战争吗 搞到世界大乱吗 好 我发哥今天会一个一个题目给你解答 为什么 台湾人一定要知道为什么 因为这场战争越卷越大 可能变成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头 你知道吗 如果真的俄国用核子武器的话 他就变成第三次世界大战了 你不要以为他那个地方离我们很远 如果离我们很远 台湾怎么会加入制裁 日本甚至等于是加入了北约了 连俄国都差一点 看他搞起来了 俄国还和中共组织联合舰队 到日本的这个沿海去绕一桌了 这打起来就变第三次世界大战了 日本在亚洲呢 为什么要加入这场乌俄战争的边缘战争 为什么啊 日本吃饱没事干啊 那你就知道这场战争有多重要啊 好 所以我们必须知道 乌俄战争重要的认知啊 你就知道赵绍康他们这个什么 新闻大白话里面包括陈文倩他们在 都在配合中共对台湾打认知战你知道吗 这场认知战是俄国的普丁花旗和中共一同配合起来对西方世界包括台湾打的认知战你知道吗 这对台湾有多重要你知道吗 这个认知战的重点是什么 反美啦 反西方啦 反台湾啦 你知道吗 你这个认知战 台湾人已经中毒差不多中毒一半以上了 我们到现在还不知道呢 你知道吗 有多少年轻人被煽动 那种的美国好战啊 所以发哥必须一一解剖给你听啊 美国为什么参加这场战争 美国真的这么无聊去参加这场战争啊 开很急呢 声援他那么多武器 很多你看俄国中共都在煽动你说 美国为什么参加这场战争 因为他可以卖军火卖武器 只是这样吗 美国声援这些武器 没打一颗灰弹要多少钱啊 你看看拜登 发布这些声援这乌克兰的战争 已经美国发布多少钱给乌克兰了 我问你 卖武器可以卖的回来吗 美国现在又面临通膨的状况之下 为什么他灰得 声援那么多钱给乌克兰 乌克兰将来打完了以后 那个重建的经费有多少 欧洲的每一个国家要负担这个经费呢 甚至还要被俄国断掉这个天然气的输入呢 那个经济的负担有多少 但是为什么欧洲越打越团结 非得支持乌克兰打到底不可 他们现在还发动认知战说到了冬天欧洲都会软化下来 会向俄国妥协 会吗 我告诉你绝不可能 他会打到普丁垮台不可 会打到俄国投降不可 或者是俄国都最后妥协不可 为什么这场战争会这样 为什么这场战争越打欧洲越团结 甚至亚洲也加入越团结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他们要打认知战说欧洲最后会团结 会把乌克兰抛弃 这个是普丁和中共发动的认知战啊 他们为什么要打这个认知战 台湾人不能不知道 不像傻瓜一样啊 好 深入分析这个以前啊 发哥 对不起浪费你一分钟就好 发哥从普罗旺斯引进的橄榄油呢 现在已经剩下不到50组了 最后一次给大家呼吁了 那么中秋节以前你要送你的 把握做最后的50组 如果你需要 恐怕这几天就卖完了 如果你需要赶快订 0983-468-356 找吴太太替你服务 0983-468-356 吴太太 最后的50组 这最后的50组卖完 就要等年底了 你如果中秋节需要 把这个全世界最好的橄榄油呢 送给好朋友 原装从法国的普罗旺斯省的 萨尔瓦多啊 这个全世界金牌奖的最好的橄榄油 发哥好不容易争取到啊 300组 现在卖到剩下不到50组 你如果要送给好朋友 中秋顶级的礼物呢啊 又是很平价的 好不容易透过很特殊的管道 拿到的橄榄油 你如果要送给朋友 中秋的最好的礼物呢 原装从普罗旺斯进来的 最后的50组 请你打这个0983-468-356 找吴太太替你服务 好 来讲为什么美国英国欧洲这些国家 会加入到这场战争的原因 最基本的原因在于苏联的解体 好我们从头说起 最大的原因是因为苏联解体 苏联的解体 苏联解体以后 马上面对了一个最大的问题 最大问题全世界最害怕的问题 最害怕的问题是什么 苏联解体又变成13个共和国 15个共和国 那15个共和国 你苏联解体解体也就算了 你变成15个共和国 无所谓啊 你就重新变成15个共和国 那是你苏联的事情 但是全世界最害怕的是什么事情 因为全世界当初 拥有最多核子弹头 核子弹啊 核子弹头最多的是 苏联啊 美国还没有那么多核子弹啊 因为现武政策的关系 当时的苏联共产党啊 野心最大想要统一世界了 所以它制造了最多的核子弹 核子弹啊 当时的苏联的核子弹 分别放在四个地方啊 一个当然是在苏联的境内 大俄罗斯的境内 摩斯科啊 这个中心 另外呢 它还分散的放在 四个它的大苏联的共和国里面 一个在哪里 一个在哈萨克 哈萨克共和国啊 它现在分裂以后 它就 它就变成哈萨克共和国独立了啊 另外一个地方在哪里 在白俄罗斯啊 白俄罗斯共和国 它也独立了啊 白俄罗斯啊 就在乌克兰旁边啊 另外一个最大的地方 放最多核子弹的地方在那里 就在乌克兰共和国啊 他们苏联还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是同一个国家啊 它是由十几个共和国组成的啊 所以当时的苏联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啊 它把核子弹分散放在这四个地方 哈萨克共和国境内 白俄罗斯共和国境内 俄罗斯共和国境内放最多 第二多的就在乌克兰共和国境内 好现在苏联解体了以后 你知道吗 苏联核子弹最多的地方 除了俄罗斯共和国境内以外 第二多的地方在乌克兰 这一解体以后你变成你知道吗 乌克兰拥有的核子弹有多少你知道吗 它竟然变成啊 全世界第三大的核子弹的国家呢 苏联一解体以后啊 核子弹最大的国家叫做美国啦 第二大的国家变成俄罗斯啊 第三大的国家叫做乌克兰啦 美国和西方国家一 苏联一解体的时候全世界都发抖了 为什么 乌克兰变成全世界第三大的核子弹的 擁有的国家啦 那俄罗斯最起码还控制得住啊 因为它的领导中心和美国的领导中心 随时都保持着联系啊 叶尔辛啊 哥巴切夫啊 和美国之间有联系的管道啊 只有一个国家没办法联系啊 失控状态啊 那个国家叫做乌克兰啊 刚刚脱离俄罗斯独立啊 那么哈萨克和白俄罗斯呢 基本上还在俄罗斯的控制之下啊 所以哈萨克和白俄罗斯呢 俄罗斯的叶尔辛啊 叫他们把这个核子弹通通撤回到俄罗斯呢 哈萨克和白俄罗斯呢 乖乖的就把这个核子弹啊 通通撤回到俄罗斯境内了 只有一个国家没办法联系啊 搞得关系很紧张啊 这个国家叫什么 叫做乌克兰啊 乌克兰和俄罗斯有冲突啊 乌克兰没办啊 啊没办法怎么办 因为当时乌克兰和俄罗斯搞得很紧张啊 乌克兰当时已经分裂出来变独立共和国了 因为克里米亚的问题搞得很紧张啊 俄罗斯说你把这个乌克兰 我们当时放在你乌克兰境内的核子弹 你通通交回俄罗斯啊 乌克兰没办啊 乌克兰说我把核子弹交回去以后 万一你来攻打我呢 我不要啊 我这个乌克兰 乌克兰说我这个原子弹不交回去啊 那不交回去 你以为只有俄罗斯很紧张吗 全世界都很紧张啊 为什么 乌克兰拥有的核子弹变成全世界第三位 比中共的核子弹还多呢 那你想想看 中共最起码这个政权还是稳定的政权啊 中国共产党拥有很多核子弹 最起码美国和当时和中共啊 胡锦涛江泽民的这个政权啊 还是有电话热线可以通啊 当时中共为了发展经济和美国这些 还有很多话可以对话 欧洲可以对话 俄罗斯也有对话的管道啊 只有乌克兰没有对话的管道啊 而且当时乌克兰的里面的总统选举很乱啊 万一呢 乌克兰出了一个独裁者 不愿跳威呢 万一冲突起来怎么办呢 全世界吓都吓死了 唯一的办法是怎么样 唯一的办法是怎么样 就大家来谈判看看啊 找大家来和乌克兰说好话啦 所以当初呢 就召开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 叫做布达佩斯 在布达佩斯会议 布达佩斯会议 在布达佩斯会议里面啊 有几个国家参加呢 有几个国家 有几个国家1994年啊 召开了布达佩斯会议 有乌克兰当事国参加 还有俄罗斯参加 还有美国英国 这个四个国家最重要的这个四个国家参加 然后签订了一个布达佩斯安全保障备忘录 这个四个国家的备忘录 主要的在布达佩斯开会 谈的内容是什么 叫乌克兰把核武交出来了 把你拥有的核子武器交出来了 你不要拥有核子武器了 因为你的政坛这么乱啊 你的军方没有办法控制啊 你拥有这么多核子弹啊 你把核子武器交出来 交出来两种方法 一个就不是把它销毁 一个就是把它通通还给俄罗斯了 交回给俄罗斯了 乌克兰说可以啊 我现在国家也是很穷啊 我也管理不了这些核子弹啊 放在我的国家里面 要管理核子弹也很贵啊 这些发射器也在俄罗斯啊 我把核子弹交出去啊 但是我要安全啊 万一俄罗斯来打我怎么办啊 我核子弹交出去啊 他出兵打我们我怎么办啊 美国英国都保证 俄国也保证 后来再加上中国也出面保证 中国后来也签了 合约也保证啊 我们保证你的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啊 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侵略你 我们保证出兵保护你啊 后来中国和华国也签约给乌克兰保证啊 你只要放弃核子武器啊 我们这几个国家给你保证啊 如果你的国家安全受到安全的威胁 我们保证出兵保护你的国家领土的完整和安全 好现在你就知道答案了吧 这里面签约的人有美国 英国 俄国 法国 中国 都有保证 乌克兰把原子弹交出去 然后如果乌克兰受到侵略 国家受到安全的威胁 这几个国家保证要保证他的乌克兰的安全 好这个答案就在这里 谁违约啊 签了这个条约 乌克兰真的把核子武器交出去了啊 乌克兰从此没有核子武器了 好这个条约布达佩斯条约 备忘录 最后谁违约啊 俄罗斯违约啊 俄罗斯出兵打了乌克兰啊 那谁要旅行条约啊 谁要保护乌克兰啊 白纸黑字写在这里啊 就是美国英国法国中国都要出兵保护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啊 他的安全啊 美国你叫人家交出核子武器 英国你叫人家交出核子武器 法国你叫人家交出原子武器 为了保证世界的和平 你别人人家 俄国你也保证 叫他交出原子武器 结果你俄国你违背条约你去打乌克兰 美国英国你给人做保证的人 你现在可以不出兵去保护乌克兰吗 你说美国现在拿武器 英国交出武器 送武器去给乌克兰抵抗俄国 你说不是美国煽动吗 你开什么玩笑 当初你叫人家交出核子武器 要保护人家国家安全的 那现在你俄国去侵略他 美国和英国 法国可以不遵守诺言去保护人家吗 如果当初乌克兰不交出核子武器 现在俄国敢去侵略乌克兰吗 当时乌克兰也是全世界第三 第三大拥有核子武器的国家呢 如果乌克兰现在有全世界第三大的核子弹的话 俄国敢去侵略乌克兰吗 所以你照常干你会放屁嘛 你们这些人 美国当然要旅行啊 你是挂保证的啊 你是把人家盖那个 盖那个安全契约的人啊 你叫人家放弃核子武器的啊 现在你俄国去侵略人家 你叫人家放弃核子武器 人家把核子武器交给你 结果你来侵略人家 美国英国当然要尽全力保护人家啊 按照合约来的啊 发哥这样讲你听懂了吗 什么叫美国煽动人家 乌克兰去抵抗俄国 是俄国你是侵略者 所以美国英国法国是旅行合约 去保护乌克兰免疫受侵略 啊中国你最混蛋 你是叫人家放弃核子武器的 你说你现在保持中立 你你应该要派兵派拿武器去帮忙乌克兰抵抗俄国的啊 你现在反过来帮忙俄国 你保持中立就已经很过分了啊 你原来是签约国啊你知道吗 好光第一点发哥讲不完啊 光第一点你就理 你就知道为什么乌俄战争里面 美国英国要站在乌克兰这边啊 因为条约他是当人家保证人啊 这样是非黑白不是很清楚了吗 来明天的感觉时间再见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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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